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男孩子们最喜欢玩的游戏 狗蛋的书包里 衣服兜子里都装满了鼓鼓的元宝 打元宝又叫打四角 用一张纸或者数张纸 叠成四角 宛如一个好看的符号X 二毛总是赢 狗蛋总是输 赢得狗蛋眼睛都喷火 他咬牙切齿地说 你 你等着 我要全部赢回来 二毛笑嘻嘻地说 嗯 我等着 等着你全部赢回去 今天下午 狗蛋和二毛相约在胡同里打元宝 啪 狗蛋使出吃奶的力气 把手里的元宝狠狠地打在地上 二毛的元宝没动 噗 二毛一抡 狗蛋的元宝翻了个个儿 狗蛋一愣 脸马上就绿了 哎哟 刚开第一张 二毛就赢了 狗蛋抡圆了膀子 啪 啪 啪 一个又一个元宝都输给了二毛 狗蛋输光了口袋里的元宝 又掏出了书包里的元宝 但他的额头已经冒汗了 他一次一次对自己说 要赢 要赢 结果全输了 剩下最后一个元宝的时候 狗蛋把胳膊在空中 抡出了一个圆圈又一个圆圈 他给自己打气 他觉得信心满满了 这才嗨了一声 把元宝向地上砸去 可是 二毛的元宝纹丝不动 二毛拿起元宝 好像没费什么力气 啪 就那么一下 狗蛋的元宝翻了个个儿 完了 狗蛋两眼一黑 二毛说 嘿 输光了吧 不玩咯 狗蛋脸色通红 他摇摇嘴唇说 你等着 我还有最后一个 说完 狗蛋跑回家了 他知道妹妹不在家 就偷偷把妹妹的语文课本的封面和封底撕下来 叠成了一个元宝 没想到 又输了 狗蛋做了亏心事 总怕妹妹问他 可是 几天过去了 妹妹还是没有问他 他偷偷把妹妹的语文课本拿出来一看 咦 妹妹的书好好的 只不过 只不过有黏过的痕迹 狗蛋想明白了 二毛和妹妹是一个班的 肯定拆了那个元宝给妹妹把书黏好了 哎呀 狗蛋心里难过又感动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 小朋友们 下一次再见